水压观测器 水压的方向与大小 水压观测器正面为橡皮薄膜 现在是平的 把水压观测器放入水中 我们观察到橡皮薄膜向内凹陷了 这是水有力作用于橡皮薄膜上 橡皮薄膜单位面积受到水的作用力 称为水压 接着我们再继续把水压观测器往下前 会发现橡皮薄膜凹陷越大 代表水压越大 将水压观测器的薄膜转向侧面 慢慢放入水中 观察到橡皮薄膜向右凹陷 代表水的压力向右 旋转水压观测器180度 橡皮薄膜向左凹陷 代表水的压力向左 调整观测器向下 橡皮薄膜向上凹陷 代表水的压力向上 调整观测器向上 橡皮薄膜向下凹陷 代表水的压力向下 所以物体在水中 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那么物体在液体中 受到的压力有多大呢? 我们以烧杯中的液体来说明 在液体中有一个甲点 甲点所受的压力 来自于上方液体的重量 作用在甲这个截面上 假设刷杯的截面积为A 甲点以上的液体深度为H 液体密度为D 那么甲点上方的液体体积 相当于A乘以H 液体的重量等于A乘以H乘以D 甲点的液体压力为P P等于液体重除以面积 等于A乘以H乘以D除以A 也就是等于H乘以D 所以在统一液体中 只要深度H相同 压力也会相同 学习重点 物体在液体中 1. 受到来自上下左右 四面八方的液压 2. 液压大小P 等于H乘以D H为深度 D为液体密度 这次水压观测器就介绍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